大家好,歡迎來到DEXIT 很多時候人們會用住腳在一段晚上讀一些1234 下面就會寫一些很小的字 寫一些參考的資料、細節 或者是一些需要寫出來 但是其實他不如人家真的看的東西 就會用寬錄來處理 其實感情費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它的數字自動就和你排完次序 你之後再加上很多不同的Footnote 就會自己排好數字 不需要手動去處理,就會很方便 今天跟大家看看如何在Word裡面寫的Footnote 例如在這裡,我現在需要一個Footnote 我只需要去Reference,叫Footnote的按鈕 按完之後,它在下面自己寫了一個1在這裡 上面原先我按的位置也有一個1在這裡 我可以打點東西 例如今次有一個Reference 這個自動就和你跟著這個位置放在這裡 如果我這段東西移一下移到第二個項目 這個Footnote也會跟著跳到第二個項目 我再做一個 New videos at 22.15 every night 兩個Footnote放在這裡 介紹的東西就是 如果我在這裡想做一個Ear 在Reference 同樣東西 就可以在Reference 裡面 Cross Reference 找回剛才的Footnote出來 選擇什麼 我按Insert 在這個位置也會出現另一個2 我只需要做一個上標 已經可以有多於一個位置 指著同一個Footnote 我可以展示了一件事 在Footnote有下角有些設定可以選擇 Footnote的不同Numbering format 還有一個我猜比較多人要知道的 就是Numbering 這個當然是Continuous 就是整份文件不停滑下去 下面都是跟著這個Number 每一頁都從新開始計算過 還是一個Restart Each Session 尤其是有些朋友 可能會在Memoration文件上面 是用Footnote Restart Each Session 這個也是相當之有用的 否則你每一份信 之後他都會跟著這個Number 順著排下去 這樣就會不對 今天關於Footnote的介紹就來了 如果你喜歡以上的介紹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想收到一些關於IT的實用小提示 就記得訂閱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很快就再見 再見